好 人民力量 第三節跟大家見面 這個題目仍然是報返的情況 上一節我們講到究竟報返是走向谷底 行業有機會反彈 還是一個的夕陽 逐步的抹落 接著就出現這個黑夜呢 兩位怎麼看呢 兩位老航專 我現在猜都是差不多都沒有什麼前途了 報紙都是 事關你好像上網有上網看那些人 免費報紙有這麼多 一日幾個報紙 你兼得你好像酒樓等那些 又已經有報紙給你看 電視機等 我就覺得都沒有什麼前途了 我希望政府就給多一些級的印給我們 就希望賣多幾樣東西 給我們 希望有些生存 報紙已經是沒有什麼前途了 就是報紙 雜誌都差了 它上網有得看的 因為現在至於我們最近 我們的生意譬如有些賣碼 根本就是以前來講都很好賣 但現在就已經不是怎麼賣了 因為它現在新拿的iPhone iPad 它根本在網上看完 它又無需要又要買一樣東西 又要回家擺 它就這樣看完 它就資訊太發達了現在 就變成好像羅女士說的 免費的東西都可以看 酒樓那些它又沒有的 以前就買了一張報紙去酒樓 喝杯茶 享受報紙 現在都不用這樣 看電視 是啊 看電視 可能電視都不是怎麼看的 上網他們都看完 那些人現在很沉迷上網 拿著酒樓 以前就拿著報紙 現在拿著酒樓拿著iPhone iPad 你可以在酒樓 看到一家人各自在那裡做 做完又吃 吃完又是這樣 根本就是 我和那些女士都是 那些女士在那裡打機 是啊 很多人都很痛 打機 這個組就給我們一些東西 給我們一些品類賣 那些牌子 很明顯是我們功成身退 我們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了 哇 這個集體回憶慢慢消失了 是啊 真的是這樣 你沒有空間給我們生存 因為你現在煙仔又加了價 那我們就已經貴了 那你人買的少了 那收入又少了 那些人不幫私貸煙 我們最近這幾年很大量 是依靠香煙的收入 因為你現在香煙那裡少了 那報紙雜誌又少了 基本上我們所以有得售賣的東西 全部都是少的 就是收入全部都是少的 那你變成就希望 好像羅里士說的 希望政府給多些東西 增加我們賣的東西 我們的收入等等 可以轉變 可以 那個客觀環境 當然構成影響 人的行為 特別是科技的發展影響到 那個報業 那個減蝕 那個人看報紙的情況 但是政府的政策 其實都有關係 有 譬如剛才我們講到 北京也好 剛才我們講的 紐約也好 如果它將那個暴蕩 形成一個為綜合的售賣點 可以有飲品 有些小食 或者有些糖果 沒有這樣的東西 那很可能那個 生存的空間的機會又增加了 是的 可以轉變了少少 我覺得政府一開始考慮 把報攤慢慢適量轉型 因為扮演的角色已經成大 它已經有存在價值 又不要完全沒有了 好像都說 將它廣闊一點 但它銷售的範圍 擴闊一點 讓它這個行業繼續存在 那我這個是一個得性的 政府整體來講是無心 或者是沒有這樣的意向 就是會想多些東西 或者給多些機會報返發展 就是它似乎就是 這個是雞肋也好 或者是一個歷史回落的產品也好 你最好就早點消失 他想著我們自然消失 讓它自然淘汰 自然淘汰 你少一個就好些 但是很尷尬 你自然淘汰 你可不可以淘汰報館呢 出版社呢 全部都有存在的 那你淘汰我們 我們的專業戶 我們真的做報紙 那你淘汰了我們 那是不是沒有了我們 將這些東西推進去便利店呢 那這個我覺得 這個和地產霸權有沒有關係呢 絕對是有的 現在有的 有些屋村不讓我們派報紙進去的 所以來講 你政府的那個決策來講 我覺得它有一點偏幫地產 或者是大財團的 譬如我們最近有幾個投訴都是 就是 越近那些便利店那些的報檔 就是食環署的檢控的數字是越高的 投訴多了 有時候我都收到一些報反檔的投訴 哇 最近那個檢控很嚴重 我跟食環署說 食環署就說最近的投訴多了 當然我們問他 那些投訴來源在哪裡 他不肯講 那我們估計 有些報檔在那個位置二三十年 突然間 早幾個月前 在那個街口沒有多遠的地方 就開了一檔便利店 是不是 自從開了便利店之後 食環署就說 嘩 食環署就說 那些投訴多了 是的 這個給我們的感覺 是一個必然的關係 因為你們兩個是有競爭的 存在競爭 你那些的便利店 也是賣報紙的 是的 他們想著 咦 你來買一份報紙 可能就會買包衣 買罐可樂喝 或者買點東西吃 對那個便利店來說 你那個報檔的生存 是受影響的 所以你早就快點消失 是的 沒錯 政府都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政府愛你不理的 根本就可以放棄了我們 那好像這些報檔這樣 哇 你一個月多幾張告票 就大鑊了 可能你整個月大半的收入 就被一張告票那裡 還要時間去上堂 是呀 你要上庭 跟著就罰了錢 是的 那就是 一天做了十幾個小時 血汗錢呢 就被一張告票燒了 是的 是的 你一天就是 那其實政府是用這些行為 來加速你那些暴檔的滅亡 是的 剛才我們都數幾句 其實他都是這樣的了 他大部分都站在地產商那邊 因為地產商譬如說裝修 要怎樣叫你搬 那他就 直接是不用跟你說什麼的了 是的 沒錯 麻煩你 人家要什麼要什麼 就下來叫你搬 人家要裝修 叫你走 總之他沒有考慮過你找不找到食 你的生計怎樣吃 哇 我做了這麼多年 我都很少見到有些官 是很考慮小市民找食困難的 是的 沒考慮 像我幫開那個雞苗運輸 那樣 政府懶你你的 你的經濟困難嗎 你沒得賠 你有困難你去申請中援 絕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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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對那些官員來說 對那些官員來說 對那些官員來說 喂 你這些暴檔存在 是為我添煩添煉 是的 你早些消失來說 就是我減少一些煩惱 我薪金就照顧 是的 是吧 他投訴就少了 我上司就更加想認識我 是吧 是吧 因為你們在這裏 他不理你的 每次都來煩著我 都是你們的了 是吧 但是有沒有想一下 報返都是這幾十年 在香港供應了很多呢 為什麼這麼快要殺死我這個行業呢 都希望官聽一聽 所以要鼓勵多些八十學出來 要了解多這些問題 這個集體回憶 是的 記得當初政府說要 這個拆王后像 王后碼頭的時候 就是公眾沒有什麼反應 是吧 以日後大家多些出來爭取的 就令到那些人 保留這個集體回憶是重要的 是 最後令到政府在市區重建項目 包括那些街市都要保留 是吧 其實就是 報返這些報檔 就是很有人情味的 因為那些報返在那個區 整天都是那幾個的 是 是 七十一的便利店 喂 去完之後 兩天後可能不同的人了 你那個報檔在那幾十年的 是吧 對那個地區啊 對那些人物啊 那個認識又多些 同時報返都扮演在那個地方很久 幾十年呢 他有個地區保障的那個 他真的知道什麼發生 哪些有問題 是 是 那些罪案是少一點的 就是他看到一些生臉人 或者其他 那些報返在那個街裏面 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他真是耐 他只知道那天都在那邊磨著街 所以有一些位子 跟那些熟的街坊 也都 有些東西找他幫幫忙 或者其他都容易一些的 有的 有的 我的女兒在那裡 你坐一會兒去買東西 沒錯 或者拿東西太多 累了就放在那裡 幫我保存一會兒 然後拿 其實可以都參考其他地方的 剛才我們講到北京也好 美國的地方也好 那個的報檔拿牌 就是如果政府是有心協助這些報返 可以繼續存在的 在那個面積方面 售賣物品方面 如果做一個合理的調整 就是令到這個報返 這個行業可以繼續經營的話 其實不是沒有出路的 有 有 所以大家都不用太過灰 這些政策配合 一定要政府配合 如果不是 政府現在的政策 是想騙殺了我們的空間 但是政府配合 以現時的官僚 心態 你叫他們主動去做 沒有什麼可能的 這個是叫群眾 特別是香港人 是吧 可能大家都要問一下 香港人 你想那些報返消失 還是你想報返這個行業 是有機會在香港繼續生存 繼續存在成為香港的一份子 這個其實是要香港人做決定的 是嗎 是的 客官不會主動跟你做事 因為現在政府 就是慢慢陰桿 陰桿 它就不會說幾十幾日 這個全部要消失 是吧 它就要逐步逐步 由一千三百多億個牌 現在就剩下四五百個 可能過多幾年 就剩下二三百個 再過多五七年 可能剩下幾十個 就是那些雞飯 那些雞飯 那些雞飯 那些雞飯又賠錢 那些雞飯又賠錢 那些賠成一百萬匹 然後就離婚 不知道見了多少這些 拿了大筆賠償 然後就出現問題 如果我們這些報攤 其實都有一條龍 很多運輸 各樣東西跟著的 是啊 我們 不只是我們報攤一個 那當作下 就去了一些便利店 便利店 轉型了 現在就幫便利店 沒問題的 以後羅女士你撿了 你不就去便利店打工 你會拖錢 這樣而已 它要吸收魚蛋 便利店 要懂得按機 又要懂一些電腦 很煩 是啊 便利店都不需要那些煙 它直接在那個艙那裡 過去那個艙那裡 中間不需要那個人手 是啊 便利店是一個 已經是少了人手 那些人手 那些人手 只是給我們 所以希望有關方面 考慮一下 這麼值得留在香港的行業 所以這個不僅是 政府有關方面考慮 我想是這個香港人 人都要想一下 你自己都要想一下 因為我們年輕人的時候 有些士多 有些米譜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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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麼 辦館 辦館 就是我們年輕人的時候 去的糧茶店 就有電視看的 是吧 加上那些又變成了那些 就是賣這個糖水 是吧 那些新潮糖水店 是吧 沒有的原因就是 牽涉到地產的問題 那些舖位是貴的 我告訴你 我們的優勝 就是我們都是用一個 街檔的牌 經濟壓力就沒有那麼大成本 但問題是 那個經營環境 就沒有令到我們改善得到 政府方面沒有 其實看到報返那個情況 就等同過去香港很多行業 包括這個士多普 這個米譜 隨著這個超級市場的出現 報返都逐步 這個士多米譜都逐步萎縮 差不多沒有了 那同樣這個報返 就是由20年前的巔峰期 黃金期 隨著這個便利店的出現 再加上免費報紙的出現 那其實這些便利店 是和地產霸權有關的 我覺得便利店的控制權 是和大財團的關係 它是透過出售這個經營權 那接著呢 就是 那個收入 就歸這個大財團 那個經營人呢 可能都是賺雞嘟 雞嘟那麼多錢 可能和你們以前賺都差不多 但是呢 它就變了 就是那個利潤 就去了 那個大地產商 所以你看看 香港很多這些這樣的改變 都隨著那個 就是時勢的發展 特別那些大財團 看中某一個行業 有機會去入侵這個市場的話 那你這些小本經營的 就是傳統的行業 也都逐步萎縮 不夠 所以香港人 都是要 有時要留意一下 這個周邊事態的發展 那還有 都要自己有個判斷 作為香港人 就是我們想香港的社會 剩下是怎樣呢 是吧 所以值得大家深思一下 那我們 希望報返方面 有機會重生 開始步入谷底 都有機會重生 再次發展 如果發展得好的 年輕一代都有機會 入這個行業 是吧 那我們有機會再請大家上來 談談這個問題 好 多謝各位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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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